欠不欠身口了 我欠我四个走了 你干什么 这是你 走着你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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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大哥给姚慧一个二房来 这回你可有棒了 你小子 你再胡说 私赖你的嘴 谁胡说了 赢的是黄三狗的小老婆 叫姓华 那白个声色 水个灵灵的俊魔呀 跟你有一笔来 嫂子 赶明儿个 我怕你没时间死我的嘴 就顾着争锋吃醋了 你混混下去吧你 一泡在家等你呢 你爱信不信 游儿 游哥 游哥 这是信花吧 那 你知道嘞 黄三狗的小老婆 输给你了 是吧 全村的人都知道了 那还当说笑呢 你倒真把人给我领回来了 那 那 你这是做事啊你这是 你不是有新婆姨了吗 我走人 给你两同地方 你 你 你听我慢慢说嘛你 你 快 赵三 被牵口 回你家去 游哥 游哥 滚 赵赵赵 赵赵 填到这会儿了 要走你得明天走 赵三 欠不欠牵口了 我千万死吧走了 赵真 这是你 走着你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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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哭声啊 你哭声啊你 我说曲儿房了吧 我说曲儿房了吧我 她是荒山狗的儿房 那不必就是我黑大兜的儿房 那 我告诉你 啊 好 我是这么想的 咱黑家也是个大伙人家 找三李四那是干粗活的 民生年纪也大了 很多事情得有人来干 那是想给你找个丫鬟 你不用拿花眼角语来哄我 那是大伙人家身的 没有丫鬟的伺候 既然不走也行 你刚刚写本休书 我明儿回娘家 我 咱俩的事 就算了啦 我 我 找三李四 你们俩把密件要收拾一下 啊 让新黄先住下 有生事明天见诚 嗯 周展爷 来 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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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去 哦 快走 走 蹬草 你回来了 大的病情咋样 不见好 也快看看吧 妈 馨儿回来了 大 你身体不舒服啊 馨儿 你回来了 来 你躺着 你躺着 你躺着啊 馨儿 咱出去睡 咋了 都三个月了 郎中也说不清楚 她得的是圣病 这一天天瘦下来 家里边就剩我三个女人 妈 你别说了 你放心 我不会让家里的日子 过不下去的 妈 我这还有些钱 你拿着 听说这装摩阵的宋郎中 是这附近的神医 你让灯草去请她 来给她看看 哎 你去作声 我去府庭看看 有没有需要四叔先生的地方 张草 你去装卧阵寻宋郎中的 来 那人呢 啊 宋郎中说 这个要出疹 明天前赏一准来 哦 你 做圣课喽 我去寻个私塾带带课 想干上一两个月 要看看她的病情再说 寻话吗 明日再寻吧 走 我这次来啊 那是想跟你打 你妈 少艺少艺 你坐好 坐好 哦 哦 少艺一哈 看看你十八时候过门啊 我的腰里头 也好多个 的病 俺大现在病了 现在顾不得这些事 你先走吧 你打病了 那不正好吗 你咋装俺大 我是说呀 你打病了 厄门把喜事一办 吹吹打打一坐五 喜气一冲你打的病 自然好了 反正俺大病了 妈妈也不在 再说吧 你妈也不在 那更好了 你干什么 我们可以亲啊 可可 你们正经点啊 是吧 是吧 是这酒 屁里早吓过了 你是恶的人了 亲哥苦苦怕死吧 来吧 亲哥苦 亲哥苦 下 去 去 下 得 别碰我 你碰我 你碰我 喂 做什么假酒酒啊 扫清绿子 做什么酒 做什么假酒酒 喂 甜绿子 亲哥 来 请歌 行子 来 行子 行子 来 这是谁 干什么呀 这是谁 来 来 给我 哥 你 来 啊 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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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点 等等等等 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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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啊 昨天是刚刚从五轮回来 他不认得你 你别见怪啊 再说了 再说了 你儿子都已经是你了人了 他早晚会嫁给你了 你说是不是啊 妈 你说什么 是嘞 你看看 原来是大舅哥啊 那真是眼妆 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了吗 是 是 是 来 大舅哥 咱们见哥礼吧 谢儿 快点 我呢 和儿子已经丢婚了 已经是自己人了 不信你们舍子 是 是啊 你看啊 那今天来的花莽啊 不知道哥哥在 也没带什么礼物 那 那就改日都没办法吧 能儿子呀 滚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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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祖祖你别再找我啊 妈 你怎么能叫恶子家这种人 咱回屋说 回屋说啊 啊 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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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是做生的 你说是 给我家的 你看了吗 你这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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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 你们好 没说 你这家人 你无法 全部都有 咱家日子你不是不晓得了 别说四十了 就三五块钱再也拿不出来呀 你大就托美人私下里 给鹅子说婆家 咱那地价里边谁也没钱呢 白家勾得刘大旺 他能拿出这笔钱 你大就把它许给他了 你说啥 我的亲生是拿鹅子换来的 馨儿 你别恨灯草他们一家 他们家呀 还不如咱家呢 他有三个哥哥到现在都没娶亲 就等了灯草嫁了人 换点彩礼钱呢 妈 你先歇着吧 你先歇着吧 鹅子 我跟鹅子说两句话 哦 哦 哥 哥 你咋这么说 哥才知道 我这门亲事 是你用四十块彩礼换来的 是哥害了你 这不能怪你 要怪 只能怪三家穷 我已经想好了 这学我不上了 我打算去做司书先生 等葬够了钱 就把你这门亲事给退了 那不行啊 哥 你是咱家的指望啊 咱家以后还全靠你呢 我打算 妹子 你就别操心了 哥心里有数 散搞啊 谁呀 大乔早不让人睡个安稳觉 黑大头 黑大哥 这一大清早就摸上门来 有甚急事啊 黑大哥 屋里坐吧 给你烧口水去 不用不用不用 快去吧去 大哥 这也不说话 来 坐坐坐 昨天 我想了一夜 是这 信花呢 无论咋说也是 是你的 婆姨 是吧 我黑大头不能说战就战了 再说了 你还没到 秦家荡产那步呢 咋就好端端的婆姨 输给哥们的 大哥 咱这赌场上的规矩 可是认赌服输 输就输了 我当初在赌场上 说信花抵三十块现在 也没说抵二十块 也没说抵十五 对不 你也 再说 信花一个帅靠灵灵的女子 你一刀手 至少能卖四五十 我是手头没限钱才抵的 要是有 我还不抵呢 行行行 就算我没说 少奶奶 信花一个天没亮就溜了 你不用来催 我等她写完修书就走 过火子 你们就能拜堂成亲了 少奶奶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就一会儿 行啊 好歹咱俩都经过黑家的门 有事你就说 等我走了 你也说不成 少奶奶 我想先